哈喽,今天给崽子煮两个鸡蛋吃 把鸡蛋放进小锅里边煮个十分钟 第二个鸡蛋好像烂了,听到了一点声音 先把小锅放一边,我们先做个糊糊 我们家崽子比较多,需要多放一点 冻干鸡肉松,放一点香香的,还特别有营养 冻干豆腐粉放一点 放一点羊奶粉有香香的奶香味 再放一点小麦配芽增加一下湿口馅 叶蓉少放一点 再加点雪角搅拌一下 搅拌好了,鸡蛋煮的也差不多了 直接把壳给剥了 下面给它们分一下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鸡蛋 每个崽子分一小块 把鸡蛋黄拿出来给我们家猫吃 这个糊糊的颜色真的是不忍之事啊 在糊糊上面撒一层碎花面 奶酪给一点 奶酪给一点 爱惜摩牙饼每个崽子给一个 还是用手方便一些 最后再来一个叶子片 好了,让我们糖宝试吃一下糊糊 看它吃的多香啊 好了,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哦 记得点赞关注爱你哦